美总统及防长连续发声 专家 美正为介入台海做准备 近日 美国总统拜登与国防部长奥斯汀 连续发出挺台声音 专家指出 美国一直在为介入台海冲突做准备 近期美国在中国有关海域进行的人道主义救援活动 就是未来介入台海冲突的一种手段